39歲已婚男警員黃偉雄在老婆懷孕時 與大兒子一個13歲的女同學性交 更將女生在性交後用來抹血的紙巾收在警署儲物櫃裏 男警員原本被控7項罪名 他承認其中3項 包括1項與16歲以下女同非法性交 及1項非禮等罪名 法官認為案情非常嚴重 而且有多項加刑因素 表明一定會判他監禁 被告還押至下月15日判刑 案情指在14年5月 被告兒子與女事主X一起做專題作業 令被告認識他 兩個月後被告開始用WhatsApp與X聯絡 要認X做他契女 又管接管送及出動禮物攻勢 最初是車內非禮他 繼而帶X去自己在天水圍嘉湖山莊的一個空置單位 曾經在單位中親他、摸他胸部 更加以手指插下體 嘗試過與他性交但不成功 直到去年3月17日 被告生日當日又帶他去到那個單位 在沒有用安全套的情況下 同X性交又在他的腿上射精 更留下女事主抹血的紙巾 其後女事主媽媽懷疑他拍拖 查問下揭發事件 由蛇工處理及報警 警方在天水圍警署拘捕被告 在他儲物櫃內 找到用保鮮袋裝著的染血紙巾 又在被告的電話中發現他 再稱呼女事主老婆及兩人的折問照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 請多多多多多數 東網手機APP 大革新 即時推出多項新增功能 為掌握最快最準確即時資訊 讀者即時可以自訂 手機訊息推播功能 選擇自己喜愛新聞類別 做信息推送 還可以簡選不同靜音模式 非常協心 功能創新 簡單易用 立即下載東網手機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